又不是天氣不好,怎麼航班會突然取消 這是亞洲飛龍航空上個月推出直航長灘島的航線 本來預定要在16號出發 卻在出發前的兩天,乘客收到了航空公司說要取消航線的郵件 而且只能夠先退機票前 其他的酒店等其他費用還要跟業者協調要大家在等等 這引發了旅客的不滿 今天民航局出面表示,亞航應該要負起後續的賠償事宜 亞洲航空集團下的亞洲飛龍航空直飛長丹島 因為票價便宜,吸引大批旅客搶購 但原本預定在4月16號出發 卻有旅客到14號晚間收信時才發現 亞洲飛龍航空告知,因為航空調度問題取消航線 那他們會做最妥適的一個安排 那按照已定位開票旅客的一個需求 那他們會盡量來協助,來做一個轉搭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或者是做退費的一個處理 那有關酒店的部分 那全亞洲航空公司也表示 他們已經洽總部在處理當中 但是需要一點作業的時間 據瞭解目前又有200多人受到影響 至於亞洲飛龍航空究竟為何臨時取消 是因為利潤不夠還是班機調度問題 民航局未多做回應 僅表示這條航線這個月來已經一波多折 讓人不禁多做聯想 他本來在三月下旬的時候是申請從三月底到四月底的一個包機 那後來有做一個調整是從四月中到四月底 那但是後來又從每一天飛航改成每一周只剩下三班 所以他的整個班機的計畫一直在做一些調整 民航局落下重話表明現階段尊重亞航的做法 但這次亞航的賠償處理將會列入審核 如果無法妥善處理 未來該公司在台灣所有的航權申請 最重將可不予通過 UTV影德育有長話台北報導